兄姊妹,今週我們進入第九篇 題目是神的電,充滿神的榮耀 在這次《獵王記結晶讀經》 由第六篇開始 講到我們要與主一同往前 從帳幕的智慧生活 往前到電的智慧生活 接著第七篇讓我們體現聖電 材料內在的意義 還有第八篇我們都要掌,掌成在主裡面的聖電 始終來到第九篇的時候 就講到神的電,充滿了神的榮耀 在這篇信息裡面 第一個大點就講到榮耀的定義 首先榮耀是神的屬性 第二,榮耀是神的彰顯 就是輝煌彰顯出來的神自己 這裏有兩處聖經 出埃及的二十四章十六節 在那裏摩西 在西賴山上 四十咒爺 接受 神的律法和 戒命在那裏納約的時候 十六節就講,他說 耶和華的榮耀停在西賴山上 耶和華的榮耀 所以耶和華的榮耀 指著榮耀是神的屬性 而耶和華的榮耀在那裏顯出來的就是神的彰顯 還有新約士同行轉七章五十五節 當史提反在那裏快要殉道的時候 他滿有聖靈 定睛望天 看見神的榮耀 神的榮耀 好,那第二大點呢 就是在這個 舊約聖經 講到神的榮耀充滿的時候 一處就是出埃及記最後一章 最後一章 充滿這一個的帳目 還有就是葉皇記上第八章 當聖殿 蓋造完成的時候 耶和華的榮耀充滿電 一個是充滿帳目 一個是充滿電 都跟神的建造有關 都跟神要得著的團體有關 好,那第一重點 他說雲彩 遮蓋回幕 耶和華的榮耀充滿帳目 摩西不能進回幕 因為雲彩停在其上 並且耶和華的榮耀充滿了帳目 連續兩節聖經都提到一件事 耶和華的榮耀充滿了帳目 當帳目立起來的時候 雲彩降下來 遮蓋著這個帳目 神的榮光就進來充滿那一日 就是大日 那些聚集在會幕四圍的人 他們看到的是雲彩 但始終進到帳目裏面 進到至聖所裏面的大祭司 他們能夠看到帳目裏面的榮耀 這裏引申 指明今天我們在自回生活當中 我們要往前 進入帳目 就是這位基督作為神的具體化身 我們在聖所裏面 享受桌子上的餅 環有香壇上的代球 讓我們可以經歷神居所中的榮耀 雲彩遮蓋下 這個榮光充滿帳目 是以色列人極大的祝福 從創世紀到出埃及記 直到出埃及記的結束 神能夠在地上得著一個居所 神的榮耀充滿在其中 神與祂的子民同在 神能夠與祂的子民相會 這是以色列人極大的祝福 請留意這是一個表揚 在新約裏面 今天我們乃是在實際的當中 所以約翰福音十四章 主就說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的住處 說到這個父的家 就是指著一個主的自己 作為那個擴大的殿 來講 然後有許多的住處 我們能夠住在其中 而以忽所書二章 全方聯結在一起 掌承在主類的聖殿 這個在主類的聖殿 指著主在宇宙裏面的教會 這一個獨一的聖殿來講 到二十二節下 我們要在祂裏面同被建造 成為神在寧女的居所 這裡說到你們要被建造 就是指在一個地方上的 召回 中星圖需要同被建造 成為神在寧女的居所 好 到三章二十一節下 願在召回中 並在基督耶穌女 榮耀歸如他 直到永永遠遠 世世代代阿門 好 這一個第一重點 就是講到 雲彩 遮蓋回幕 耶和華的榮耀充滿帳幕 到第二重點 就是聶王記上八章 當時聖殿該做好 雲充滿耶和華的電 十一節就說了 他說耶和華的榮光 充滿耶和華的電 電是神在地上的團體的彰顯 他的居所 至終神的榮耀充滿在其中 當耶和華的榮耀充滿耶和華的電的時候 意思就是天上的神 被帶到地上來 而將地鑾鑾於天 這正正應驗蒼西基 28章 雅各的夢 他夢見的梯子 立在地上 梯子的頂 通著天 然後雅各就說 不是別的 乃是神的家 也是天的門 在雅各的夢 這個梯子下 天直著梯來到地 直著梯子 地聯於天 在約翰福音下 一章 那裡就解開了 原來這個梯子 就預表基督 他作為人子 帶著他的人性 乃是立在地上 通天的梯子 使天向地開啟 使地聯於天 為著神的家 伯特利 今天藉著這位住在我們裡面的基督 天上的神 就能夠來到地上 並且使地聯於神 神緊從天而降 神那個看得見的榮耀 更加充滿了電 感謝主第二大點說到 耶和華的榮耀充滿了帳幕 耶和華的榮耀充滿了聖殿 好來到第三大點 從新約聖經 我們看見 我們這位三一神 乃是那位榮耀的神 在使徒行轉第七章 在那裡提到 史提反就在那裡提到 他說 榮耀的神 向阿伯拉罕來顯現 結果史提反 滿有聖靈 定征望天 看見神的榮耀 鼎姊妹 每當神得著彰顯的時候 那個就是榮耀 沒有看見的神是神 而看見的神是榮耀 所以你留意一下 剛才那兩節聖經 他不是說神向阿伯拉罕顯現 或者說史提反 他看見神 而是說到 榮耀的神向他來顯現 看見神的榮耀 第二小點 榮耀的神向阿伯拉罕顯現 呼召他 並將他從世界裏面分別出來歸給神 他就受這位榮耀來吸引 並且呼召 二三四終點接著 讓我們看見 在《新約聖經》下 說到父是榮耀的父 說到這位子 他是榮耀的王 榮耀的主 說到靈是榮耀的靈 第二終點 《以婚所書》一章十七字下 《元朗門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耀的父》 《榮耀的父》 要藉著許多的兒子 將他自己彰顯出來 所以《希伯來書》二章十字下 為要領許多的兒子 進榮耀裡去 《父》 含是重生 《榮耀》含是彰顯 所以說到 《父》是榮耀的父的時候 含是重生 與彰顯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 這位子 他是榮耀的王 他是榮耀的主 首先《約翰福音》十七章五節 主耶穌就討過骨苦 現在求你使我與你同德榮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 我與你同有的榮耀 子基督 和父神在榮耀裡 是相同的 子基督是神榮耀的 光輝 是赴 榮耀的照耀和光輝 這是《希伯來書》 一章三節 他四神 榮耀的光輝 說到 基督是榮耀的王 是詩篇 二十四篇七節 說你們要被舉起 榮耀的王將要盡來 然後說 那榮耀的王是誰 萬君之耶和 他是榮耀的王 所以在CPD 這裏說到 這位要來的基督 就是榮耀的王 就是萬君的耶和華 他亦都是 這位終極完成的三一神 具體化身在這位德聖 環有要來的基督裏面 因為路加福音說到主在來的時候 他說 你們要看見仁子 戴著能力和大榮耀 在雲中來臨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節 當仁子在他的榮耀裡 所有的天使同著他來的時候 他要坐在榮耀的寶座上 第三小點說到 基督是榮耀的主 這是臨前二章八節 因為他們若知道就不會把者 榮耀的主 釘十字架了 今天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哥羅西書三章四節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 榮耀裡去 Amen 將來他是我們的榮耀 所以哥羅西書一章二十七節就說 基督在我們的裡面 成了榮耀的盼望 神已經呼召我們 要我們得享這一個的榮耀 正如比前五章十節 那曾在基督耶穌裡 召你們 進入他 榮耀的 希伯來書二章十節就說到 惟要領許多的兒子 進到榮耀裡去 第四重點就說到 靈的方面 比前四章 十四節他都說了 他說 因為你們若在基督的名女受辱罵 便是由福的 因為榮耀的靈 就是神的靈 安息在你們身上 在這裏 榮耀的靈 就是神的靈 榮耀的靈 是基督在祂復活裏面 這個內在的關係 這裏總共有九個終點 我們先點出來 這九個終點就是 從神永遠的目標 以過的永遠 到神在以過永遠裏面的預定 祂在時間裏面的創造 耶穌基督的救贖 然後 榮耀的福音 臨到我們 這位基督住在我們裏面 成為我們榮耀的盼望 今天我們觀看 反照主的榮耀 榮光 然後要漸漸變化 從榮耀到榮耀 然後 父神 是這位全般恩典的神 使我們有份祂永遠的榮耀 甚至我們要成為祂的榮耀 始終神經論裡 神的榮耀 跟神聖啟示的高峰有關係 這九個終點的裡面 從以過的永遠 到將來 神的榮耀 僅僅聯於 神的永遠的經論 我們從第一終點看起 希伯萊書二章十節 為要領許多的兒子 進榮耀裡 甚至於這是神永遠的目標 好叫祂能得著一個永遠的團體彰顯 結果祂就預定我們要得榮耀 這個就是臨前二章 說到神奧秘中的智慧 萬世以前 為使我們得榮耀所預定的 神的預定目標 要叫我們得榮耀 接下來就是在時間內 祂的創造 羅馬書九章二十一節 說到我們是貴重的希銘 二十三節就說 在那些蒙年晚 早預備 得榮耀的希銘 彰顯祂榮耀的豐富 所以神按著祂的形象 創造我們 我們成為貴重 預備土 要得榮耀的希銘 好然後到第四終點 就說到 耶穌來了 耶穌為我們 死在十字架上 成功這個救贖 而這個救贖是為了滿足神的榮耀的要求 羅馬書三章二十三節 因為眾人都犯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人犯罪 人就不章顯神 人不章顯神 規決神的榮耀 接著二十四節 因著神的恩典 藉著在基督耶穌裡的救贖 我們就能夠白白的得清言 環有二十五節 耶穌基督作了一個平息處 叫我們能夠與神和好 所以 耶穌基督的死 耶穌基督的救贖 滿足了神 榮耀的要求 好了接著 我們所聽的這個福音 乃是基督 榮耀的福音 這個基督榮耀的福音 是祂用下 永遠的榮耀 就是比後一章三節那裡說 用祂自己的榮耀 和美德 呼召我們的 祂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召我們進入祂永遠的榮耀裡 這個就是我們所得著 所聽見的福音 好了 當我們接受主之後 這位巴羅萬有的基督 住在我們的 裡面 作了我們 榮耀的盼望 這個就是哥羅西書一章二十七節下 基督在祢門裡面 成了 榮耀的盼望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祂顯現的時候 我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 榮耀裡去 那麼在我們這個 變化 的過程當中 我們需要 臨後三章十八節所說 以沒有拍子 遮蔽的臉 好像鏡子 觀看 並反照主的榮光 漸漸變化 成為與祂同樣的形象 從榮耀 到榮耀 第八重點 父神是全般恩典的神 這是彼此五章十節那裡說 祂曾在基督耶穌裡 照我們 進入祂 永遠的榮耀 甚至 藉著苦難 成全 堅固 加強我們 保留我們 始終能夠成為神的 榮耀 第九重點 在神的經論裡面 神的榮耀 和神聖啟示的高峰有關 神聖為人 唯要叫人能夠在生命 聖情 公用上 成為神 而無份祂的神格 以上的九點 就講出了 神的榮耀 和神的經論 內在的關係 那麼接著我們就來到第五大點 第五大點 就是 在約翰福音十七章 當主 為祂的 信徒們 門徒們 求父 成全他們成為一的時候 在那裡有三個階段的一 第一個階段的一 就是在乎的名裏 藉著永遠的生命 這一個 父的名 永遠的生命 叫我們能夠得著重生 我們恩著 和擁有這一個生命 我們能夠成為一 好了 接著 我們得救之後 神藉著祂的 聖言 來到 聖別我們 叫我們 從舊有的構成 世界的構成裏面 得著一個 新的構成 而這個 叫我們能夠一 所以 主 為了這兩個階段的一討告之後 祂繼續 為了我們的一討告 就是約翰福十七章二十二節 祂說 祂所賜給我的榮耀 父所賜給子的榮耀 子已經賜給他們 使他們能夠成為一 正如我們事一一樣 在這裏 耶穌繼續討告 為信徒能夠在神聖的 榮耀裏面 為了三一神團體的彰顯 這個第三個階段的一來討告 第二終點就說 既然 父所賜給子的榮耀 子已經賜給我們 真正的一 就在這個神聖的榮耀裏面 父 賜給子的榮耀 乃是 一 兒子的名分 他有 付神聖的生命 聖情 好在父的風滿類 張顯父 所以在這裏 頂姊妹 榮耀 有四個方面 第一 兒子的名分 第二 付神的生命 第三 神的聖情 第四 就是在祂的風滿類 張顯 這四件事合起來 就等於我們在子裏面 所有的榮耀 亦都是 子 所以已經賜給我們的榮耀 所以當耶穌說 父啊 你賜給我的榮耀 我已經賜給他們的時候 這個的賜給就包括了 兒子的名分 神的生命 還有聖情 還有風滿類面的張顯 在這個 一下的第三階段裏面 信徒完全的 否認己 享受父的榮耀 作為他們的被承傳之一的要素 因而得被建造 而團體的 張顯神 感謝主帝兄姊妹 主帶我們往前 往前到第三個階段的一 在那裏 己已經 不被張顯 己在那裏被否認 是神在那裏得著張顯 唯有在 這個一的第三個階段 我們才會完全的得成全 成為一 結果就能夠彰顯 榮耀主 我們有神的生命 神的聖情 甚至神的自己 目的下 就是為了我們能夠成為 神的表明 和那個的彰顯 第五大點 就是耶穌 在釘十字架以前 一個為著 信徒們求一的討告 而這一個一 到第三階段 就是為著 最榮耀女 我們能夠 彰顯神 好了 到第六大點 就是 保羅的一個討告 以分所書第二章 正如我們上一篇所讀的 保羅在那裏 就說到 信徒們 要掌成 在主裏面的 聖殿 要成為神在 靈女的 居所 然後 到第三章的時候 保羅為了這個 為我們求經歷的討告 他願父 照著他 榮耀的風符 藉著神的靈 用大能 叫我們得以加強到 裡面的人女 在這個討告 末了 他說願在 召會中 並在基督耶穌來 榮耀 歸於他 直到 西西代代 永永遠遠 阿末 從十六節 到二十一節 在這裏 有一個 循環 是什麼呢 首先 就是 我們是照著神榮耀的風符 得到加強 到我們裡面的人女 這個就是含是神的榮耀 可以作到 聖徒的裡面 而末了下 到二十一節 榮耀歸於神 就是含是神的榮耀 作到聖徒裡面之後 又回到 神的那裏 所以首先 是神將他的榮耀 作到我們裡面 結果神的榮耀 藉著 召會 歸給 神的自己 這個榮耀 同著神 作到我們裡面 要同著我們 匯匯到神 那裏 這個就是神在 召會中 得到 榮耀的 老 在這裏 有一個 雙向的交通 召會 一個宇宙中 初屬的果子 領頭 將榮耀 歸給神 四個小點 第一 神的榮耀作到 召會中 神就在召會中 得著 彰顯 在召會中 榮耀歸 神 就是神在召會中 得著 榮耀 神不僅在今世 就是指召會的世代 得著榮耀 還要在來世 就是指千年國度 國度的時代 還要在永世 世世代代 神都要得著 榮耀 神要在所有的世代 就是從今世 直到永世 得著榮耀 神就必須在召會中 在基督裡 得著榮耀 第七大點 自從下 到這個啟示錄 二十一二十二章 新耶路撒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 就是二十一章十一節那裏說 城中有神的榮耀 這就是他的彰顯 城中有神的榮耀 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 像碧玉 名如水晶 二十三節就說 那城內不須日月光照 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 又有高揚為神的燈 所以十一節 二十三節都說到 城中有神的榮耀 城的光輝 在那裏照耀 然後有神的榮耀光照 又有高揚為神的燈 接著有五個終點 第一 新耶路撒冷 是神在永世裏面 那個團體的彰顯 帶著神顯出來的樣子 彰顯是神在榮耀 裏面的形象 在啟示錄四章三節就說 他說那一位坐著的 在寶座上 顯出來的樣子 好象 碧玉 好象 紅寶石 好象紅寶石 樣子 好象綠寶石 這個是指著 高揚在寶座上 顯出來的樣子 到這個二十一章 十一節 剛才那裏說 那個城的光輝 如同極貴的寶石 右仗迫玉 所以 這位高揚神如何 至終 新耶路撒冷 升城 就如何 因為新耶路撒冷 乃是神在永世裏 一個在榮耀裏面的 彰顯 彰顯是神的形象 第二終點就說 整個新耶路撒冷城 就是有神的榮耀 十一節高講 神的自己 透過這個城 照耀出來 神的榮耀是新耶路撒冷的內容 因為這個城 完完全全 充滿神的榮耀 指明新耶路撒冷乃是聖裝神 並彰顯神的氣名 神的榮耀實際上 就是神自己 顯明出來 因此 聖城滿了神的榮耀 意思就是 神在者成 顯明出來 第三終點 神的榮耀 也是 彰顯出來的神 照亮 新耶路撒冷 透過 逼獄牆 照耀出來 剛才讀 新耶路撒冷的光輝 好像逼獄 名如水晶 神的榮耀 在作為 登 的 高揚基督 透過聖城 這個牆 照耀出來 第四終點 神就是新耶路撒冷 榮耀神是甚麼意思呢 弟兄姊妹 榮耀神的意思就是 以神為新耶路撒冷 將一切 榮耀 都歸給神 所以第一小點 榮耀的 榮耀神就是 我們有份於 新耶路撒冷 你看那個啟示錄三章十二節 主給非拉結非 聖會的英許 他說得聖的 要在我神的殿中 作儲子 然後他就說 他說我要將我神的名 我神聖的名 這個神聖的名 就指著 新耶路撒冷 還有主的新名 都寫在他的上面 所以在這裏 在得聖者 的身上 有神聖的名 所以對神真正的榮耀神 我們有份於 新耶路撒冷 我們只有在 新耶路撒冷裏面 彰顯神 才真正是宇宙中 榮耀神 第五重點下 結果我們就是 新耶路撒冷 要叫神的榮耀 得著 稱讚 正如《以復所書》 一章十二節那裏說 在永世裡 神的宗旨 要完全的 被神 浸透 並要 彰顯神 神要藉著 祂得榮的宗旨 彰顯出來 這個彰顯出來的 神就是榮耀 宇宙中 眾天使 和一切正面的事物 都要來重贊 這個彰顯出來的神 因此 我們作為神 得榮的宗旨 要使神的榮耀 得著稱讚